风寒感冒吃什么药 刘志愿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风寒感冒呢 首先咱们看看它有哪些症状 它跟风热感冒有啥区别 风寒感冒呢 病人往往表现着流青鼻涕 鼻塞啊 也可以出现腌干 腌部不适 腌痛 那么可以出现有发热 另外呢 病人可能伴有咳嗽 那么可以留咳嗽少量的轻弹来 那么对于这一类患者呢 往往呢 就是受寒引起的 比如说冬天 在室外待的时间过长 受凉了引起的 那么夏天呢 在这个空调房间 待的时间过长 也可以引起 那么还可能是 比如相互的交叉感染 经常是家里有一个人感冒了 结果全家呢 都相互交叉感染患 那么对于这一类的患者呢 我们建议呢 可以使用一些这个感冒药物 去减轻它的这些卡塌症状 那么比如说可以减轻它的 流青鼻呀 全身酸痛呀 这些症状 比如可以 我们可以吃一些 分麻眉皿片呀 安分尾麻片呀 等等这些 另外呢 你也可以吃一些 有关风寒的一些 治疗风寒感冒的一些 忠诚的药物 专家提示 一 风寒感冒病人表现为 流青鼻涕 鼻色 腌干 腌部不适 腌痛 发热 咳嗽 二 建议使用一些感冒药物 减轻卡塌症状 减轻流青鼻 全身酸痛的症状 三 可以吃分麻眉皿片 安分尾麻片等药物 也可以吃治疗风寒感冒的 忠诚药